金馬六時順利落夢 才剛奪下引力的吳康仁 27日出席富督青年記者會 說起自己的心情 好像還沒平復呢 要一點緊張 說不上來就是 當然是很開心的 因為我們富督青年要上映 可能還沒有醒吧 可能讓我 因為才休息一天 那金馬獎才剛結束 那大家都滿累的 我就一回回到家就是一樣 要打掃 然後做該做的事情 媽媽說她看電視看就要哭了 真的 她沒有 我媽媽沒有關心 不是說她不關心 而是她沒有特別 沒有關注我自己的表演 她有時候會看 然後她會有跟朋友討論 但其實她很少會說 她看到我什麼作品 第一次有這樣的回饋 所以我自己是滿驚訝的 未來片手有會長嗎 還是經紀人有別的長嗎 自己 我... 不會... 經紀人 經紀人 經紀人上身 你要我叫經紀人出來 沒有 沒有 不會 經過金馬一天的沉澱之後 經紀人有跟你講幾句嗎 沒有 認真在回想 關於表現的事 我會覺得 是在台上的時候 有點 無事亂講 就是有可能沒有講得太好 那我想說 那以後未來如果有機會 回放我的 不就是亂七八糟嗎 她的經紀人來搶人 搶人喔 對 來接一下 好像可以來接洽一下 我們來 你現在在台上 那八年前還是有 但後來好像大家覺得 我好像處理得很好 但不是 是因為我很忙 我一直在拍戲 可是我接下來工作的朋友 不會那麼忙 因為本來在 本來自己就有設一個 停留點在四十歲之後 可能工作的方式 必須要做一個轉換 那... 對啊 也因為前面累積的東西 已經足夠... 足夠... 足夠自己的... 自己很踏實